在台南有一家传承三代已经有70年的小卷米粉 因为汤头清淡鲜甜 小卷清脆以及米粉口感Q弹的特点 让奥斯卡金奖导演李安回到家乡时 也不忘要纸米来品尝 满满一大锅米粉汤 老板娘先把煮熟的小卷放进锅里参烫 再舀起粗米粉和小卷 加入汤汁 撒上些许芹菜胡椒粉调味 小卷米粉就可以上桌了 小卷很脆 很鲜 那个汤头也很鲜 很自然 猪米粉搭小卷刚刚好 我觉得蛮适合的 脆脆的 吃起来蛮脆的 然后很新鲜 不会有腥味 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吃 所以也将近快五十年了 不要说光是一个小卷汤 没有办法吃出它的味道 一定要搭配 而且一定要搭配这一种米粉 一定要这个米粉 加上这个汤头 真的是完美 一只只新鲜肥厚的小卷 老板动作俐落地清洗 去砂囊 然后切成一块块 下锅煮到八分熟 捞起放凉之后 再放到冰柜里冰镇 小卷口感清脆的秘诀就在这儿 经过设计的特制粗条米粉 不会发胀 发软 九煮不烂 下锅吸饱煮小卷的汤汁之后 吃起来Q弹有劲 味道鲜甜 一上桌顾客迫不及待地吃 一口接一口 墙上还贴着几年前 国际大导演李安 爱吃小卷米粉的报道 业者坚持新鲜小卷 搭配粗米粉的这一味 不但是这家店经常高棚满足的 正店之宝 也是许多异乡游子 最怀念的家乡味 新唐人也在电视 谢树芬 许美慧 台湾台南采访报道